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失败为成功之母嘛 那不要因为挫折而绝望 要因为挫折有所经验之后呢 然后迎接下一段的考验 那我觉得就带着盼望去嘛 勇敢的接受挫折 我觉得是人生当中的 最快学习到的一件好事就是 越多挫折越好 恭喜你们有挫折 那这次呢 自从修比杜华之后隔了18年 我才有一张自己的同名专辑 尼子军 会用尼子军来出江专辑 当这个专辑的名称呢 一定有我的意义 因为呢 连我自己都要重新来找回 这个做歌手的自己 那中间过往当中 有太多的人 在20多年的演艺生涯当中 给我不同的 这个给你们的感觉 给你们的既定印象 也升上了很多的标签 但是呢 就让我这次用音乐 把那一切 你们在不同时期认识我的这一切 认识小马的标签 通通拿掉 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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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用尼子军这三个字 进入到我这张专辑里面 让每一首歌呢 带给大家不同的尼子军 不同的小马 那我的活动呢 在我的脸书跟IG 都会跟大家说 要发生有事吗 大家好 我是小马 李子军 尽管就是当你在遇到 交通事故纷争的时候 可以让你冷静下来 各退一步的好朋友 好声音